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关城城中 两个农民找到他提供线索 读书为您讲述保护朱环的传奇故事 读本好书 听段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潘 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 您知道这是什么鸟吗 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猪环 猪环是和大熊猫一样的珍稀动物 是生物界的活化石 数量十分稀少 因为生存环境的持续恶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猪环一度是濒临灭绝 那么在中国境内 是否还有猪环呢 如果有 他们又生活在哪呢 我手中这本 由侯昌宇秦子所写的 《猪环武神周》 就讲述了咱们中国 寻找猪环和保护猪环的传奇故事 这本书是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 我们先来认识一个人 就是这位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 鸟类学家刘殷增 1978年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正式成立了猪环科考队 由刘殷增负责带队 寻找猪环的下落 用了三年的时间 他们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猪环专项调查 他们翻山越岭 跋山涉水 形成五万公里 先后考察了全国 二百六十多个猪环的 历史分布点 可是三年时间一划而过 寻找毫无踪迹 毫无效果 他们的耐力已经接近崩溃 那么到底要不要继续下去呢 书中这样写道 通过在全国范围的考察 我认为当时阳县 是最适于猪环生存的环境 若在这个地方都找不到猪环 再根据全国其他地方考察的结果 来分析判断 就基本可以断定 猪环在中国已经不存在了 眼看为期三年的猪环考察 即将到期 1981年4月 刘英曾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 继续寻找毫无线索 而现在放弃了又心有不甘 于是他和科考队员们 带着最后的希望 第三次来到了 位于秦岭南坡中段的山脚下的 阳县境内 此时心力交瘁的 刘英曾病倒了 昏昏沉沉中 两个农民找到他提供线索 书中写道 刘科学家 我看到了你们电影中放的红鹤鸟 我带你去看 1981年5月18日 由当地村民带路 科考队向阳县北部的秦岭深处进发 已经是傍晚时分 几人来到马道梁 刘英曾举着望远镜 焦急的四处观望 不见诸环 突然 哇 空中传来两声粗壮的鸣叫 快看 来了来了 那两声奇怪的鸣叫 是科考队所有人没有听过的 他们都止住了脚步 一只大鸟正从马道梁的 另一边飞过 离科考队的距离有七八十米 是他 就是他 珠环 真的是珠环 那一刻 刘英曾只想哭喊出来 夕阳下 那只神奇的鸟儿的翅膀 散发着迷人的微红光芒 刘英曾断定 那就是他和同事们三年来一直在寻找的珠环 那一刻 刘英曾明白 他可以向世界证明 珠环在中国仍然存在 但是 这一瞬间的看见 并不能证明珠环的存在 他必须再次找到他们 并且拍下他们的倩影 书中这样写道 第三天 雨过天晴 金家河阳光灿烂 刘英曾来到一片水田边 也不知过了多久 他抬头 一眼发现前方一块四周围着灌木丛的水田中 一只美丽的大白鸟 正在寻觅昆虫 定睛一看 环 珠环 这是一只成年珠环 非常美丽 刘英曾决定 蹲下来 开始拍摄 他轻轻地取出相机 因为距离远 需要更换长焦距镜头拍摄 便伸手在背包中摸了摸 哎呦 糟糕 刘英曾暗暗叫苦 长焦镜头放在借宿的房东家里了 身边只有一个中焦距的镜头 返回住地去取是不可能的 或喊其他队员更不可能 悔恨无济于事 刘英曾拿起相机 对准珠环 调好焦距 咬住嘴唇 屏住急促的呼吸 快门随之按下 朱环找到了 但是 朱环的栖息地究竟在哪呢 他们的群体还有多少数量 他们的生活状态究竟如何 带着这样的疑问 刘英曾和科考队员们继续寻找 书中写道 野外科考人员有一个习惯 就是每到一处必先要 眺望地形地貌 以及观察植被等 刘英曾正在眺望时 发现远处翻根过的一块水田中 似乎有一只白色的大鸟 刘英曾心中一扑腾 再一细看 禁不住叫了出来 那不是朱环吗 身边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农民 顺着刘英曾手指的方向看了看说 哎 那是只白鹤 白鹤 刘英曾有些惊迷 因为 凭自己的经验判断 白鹿或者仓鹿 是绝对不会来深山之中活动觅食的 于是 刘英曾继续追问村民 这一问可不得了 书中说 白鹤就住在我家屋后的青钢树上 今年还生了三个杂 现在还在窝里呢 青年农民说 刘英曾激动坏了 连忙抓住他的手臂 急切地说 快快带我去看看 这个鸟巢 与在金家河发现的大体相同 巢穴里 握着三只褐色雏鸟 细长的会前端 微向下弯曲 这正是猪环的幼鸟 新潮澎湃的刘英曾 大气也不敢出 端起相机 尽量拍了几张照片 就在这时 只听得嘎哇一声 苍翠的青钢树上空 掠过两只白色的大鸟 姿态稳健 偏掀起舞 洁白的羽衣内侧 泛着淡淡的珠红 珠环 珠环 珠环轻咬 环巢了 自此 刘英曾在中国阳县 摇家沟 发现了七只野生珠环 1981年的5月23日 中国给了世界一个肯定的答案 中国境内还有野生珠环生存 在1981年的3月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曾向世人宣布 地球上野生珠环灭绝的消息 而刘英曾的这个发现 对于整个人类来说 意义重大 虽然有了这样重大的发现 但并不能让刘英曾和他的 可考队员们完全地放心 因为当年日本仅有的五只野生珠环 在人工饲养繁殖的情况下 依然彻底地灭绝了 那么 现存在中国的 七只野生珠环的命运 又将如何呢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一起翻开这本 《珠环五神周》 在书中 去寻找传奇吧